今天我们要来画侧脸熊猫 首先中号笔占单末 画头 先头是一个圆形 但是呢我们在鼻子这里 稍微可以的鼓出来一点点 这个有一个尖尖的鼻子 稍微尖一点的 然后呢 把这个头圆的画出来 但是不一定非要画全啊 这边我们可以画他的胳膊 然后他的身体呢 是一个椭圆 先把它大概的画一圈 这样我们的腿就知道往哪里画 然后浓墨画他的眼圈 对着他的鼻子差不多的高度 绕一下 鼻尖上点一下 点一下黑点 然后画耳朵 耳朵近处的要大 处的略微小一点 都是浓墨 接下来我们的鼻啊 鼻肚子上呢 还是蘸点水 稍微是中末 然后在鼻尖上 尖上再蘸点浓墨 然后画他的四肢 这样子 靠去他的长部分 墨浓一点 这个长部分 然后这个是腿部分 稍微的中末 有了有的带 不要抖一亮 然后这个是熊掌部分 下去 然后他的大腿更不滑 另外一只更不滑 现在再画一次 也是淡漠画他的头部圆形 然后这是他的鼻子部分 把他的圆整个画出来 然后身体部分也是一个椭圆 下面不画是因为等会儿需要画他的腿 很多画起来也可以 有默默画 眼睛 眼圈 黑黑的 鼻头 再一点 怎么样 静大 圆小 耳朵 四肢 也是鼻上稍微调一点水 所以主要是鼻肚子 鼻根那里稍微有一点点 中末 鼻尖再沾一下 浓末 鼻尖浓 下面是稍微略淡一点点 这样画出来 他就又漂亮了 我们画的时候都是从他的熊掌目 往他的身上画 方向要搞清楚 这样的鼻尖部分细一点 也是他的长部 然后鼻肚子 然后压下去 压下去 然后是他的腿部 现在我们用另外一支笔 可以沾一点绿色来画珠子 用弹幕也行 但是有些变化我们用绿色更好一点 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也可以嫩嫩的 这个绿色 它是爬到绿色上 把绿色压下来了 我还往下弯的 用中缝用笔 绿色的绿色都是中缝 绿色跳出去 用笔尖 一左右 除此是左右 左右左右 必定要 尤其画竹叶的时候 要记得 虚起虚收 轻轻的 扫出去 最后我们用浓墨 来加一下 这个珠子的结 这样也让它醒一下 这样精神一点 好了 两只可爱的小熊猫画好了 你们喜欢吗 喜欢的话 一起来画吧